大家知道,中美之间关于华为的博弈日趋激烈 尤其是在美国受益加拿大抓捕华为高管孟晚舟之后 中美之间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更加激烈 虽然美国领导的五眼联盟对华为展开围剿 以安全为由封杀华 并抓捕华为人质进行要挟 并号召其他国家也都封杀华为 对手的无趣情境彻底记录了华夏 从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自卫反击战 而华为也步步为营 先后拿下了25个5G合作伙伴 就连美国的盟友印度 韩国也都加入了支持华为的阵营 而就在今天 从英国传来爆炸消息 英国突然倒戈 加入了支持华为的大本营 开始和华为携手合作了 这个消息对于特朗古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真有点担心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 会不会给其出个好带来 不要忘了 英国可是美国最铁杆的盟友 也是五眼联盟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英国的倒戈 可能给美国围堵华为的五眼联盟带来致命一击 英国的突然板水让本来就正赢不稳的五眼联盟 其他成员更加忐忑 向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加速摇摆 这个联盟极有可能会走向土帮瓦解 而在加拿大已经有多名国会议员痛斥特鲁多 跟随美国封杀华为是愚蠢的行为 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孟晚舟 解禁对华为的封杀 以换取中国的原谅 至此 英国 德国 法国 印度 韩国等美国的小兄弟相继张开的怀抱 欢迎华为的到来 好消息不止这一条 昨天捷克总理表态不用华为之后 仅隔一天 事情也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 在我方表示关注之后 捷克国家安全委员会表态发言成亲声 捷克总理没有表态禁用华为 华为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捷克将继续和华为合作 至此美国的盟友们都已经在排着队 等着和华为合作 只留下气得头晕眼花的特朗普 和一旁观望的安倍 在旁边安慰说老大 还有我没有叛变呢 为这么多国家不顾特朗普的反对 选择了华为 因为华为在5G领域 有着其他国家的任何公司 所没有的优势 就好比中国的高铁每小时时速 都已经达到了350公里 日本的新干线还在120公里徘徊 还好意思叫高铁 你说大家是选择既快又安全价格又实惠的中国高铁 还是选择又曼环问题评出的日本高铁 世道变了 不不不行啊 华为在5G领域的成就和优势和中国的高铁一样 一级绝尘 超越了美国公司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有一种优势就是你不用华为受准施的是你 在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5G的时候 华为肯定成为各国的首选 这也是特朗普恼羞成怒要封杀华为 甚至要扼杀中国制造的原因 再这样下去 再过个几年 中国制造可能在各方面都要改叉美国了 所以美国激烈了 疯狂了 不择手段了 这么多国家之所以敢选择华为合作 没有加入美国的唯独阵营 除了华为的技术优势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更因为华为的背后 站着一个强大的祖国 没有国家在背后为华为保驾护堂 如今的华为可能已经被美国的联手为脚彻底打快了 在加拿大孟外周事件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距离力争寸步不让 你说怎么玩我们就奉陪到底 谁要想对华为晚英的 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谁对华为不按市场规则背后捅刀 我就反手捅两刀 一个十四亿人的巨大市场 就是我们的最大底气 不服 接着玩 有朝一日奉明天 九州天下任我行 恭喜华为 加油中国 我让你推关赞 准备 这是9 points的 เรา